深夜一名男子被警方攔查 但他言語閃爍 似乎藏著秘密 客戶呢 客戶 他站到那邊吧 找他 一起過去啊 男子被員警問話 緊張到聲音顫抖 但還是不斷說謊 想掩飾逃避 但其實警方早已掌握 他的身分 不得來抽錢而已喔 車手啊 不是不是不是車手 動作我不知道 不斷揮手否認 他是詐騙車手 但警方依然從男子身上 搜出多張偽造的證件 和八百萬現金 而這大筆現金 都是屬於男投一名千萬富豪 整疊的千元大鈔 堆疊成一座座小山 男投一名身價 超過四千萬的料性富豪 因為聽信了網路投資詐騙 現金兩千九百四十九萬 外加價值 約一千兩百四十萬的黃金 總數超過四千萬身家 在兩個月內全被炸光 做農這樣 原來這名富豪本身物農 種植火龍果等農產品 這一次遭到詐騙 事實上警方已經連同銀行 一起勸阻他許多次 但富豪依然深信投資致富 直到最近聯繫不上對方 這才驚訣遭到詐騙 雖然已經報警 但為十一萬 這筆巨款恐怕逃不回來 記者曾偉強城鎮冒城廣銳 南投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 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請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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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